台東地區在11號晚間有一輛自小客車 看到巡邏警車就有加速行駛離去 警方直覺有意主動上前攔查 而這個駕駛拒絕停車並且逃逸了 警方立即通知線上警力進行圍捕 最後成功攔截到這輛自小客車 而車上的駕駛姓郭 他居然就是一名毒品通氣犯 警方也在車子裡頭起貨了安非他命一包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警方正在追棄一輛拒捕的車輛 並在線上警力的配合之下 終於順利藍庭該輛自小客車 原來車上的駕駛是一名毒品通氣犯 嚴重影響用路人安全 員警全程尾隨待機藍庭 並通報線上警力支援攔截圍捕 最後與警察局保安隊員警合力在更生路 786號前藍庭該車 經查詢發現郭南市台東地檢署發布的毒品通緝犯 並在車內取貨毒品安非他命一包 本案郭南無視他人安全在市區高速逆向行駛 嚴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 且非法持有毒品 全案將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及公共危險罪嫌移送台東地檢署偵辦 所幸在圍捕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造成任何人員的受傷 而台東警分局也表示 警方對於犯罪的行為絕不寬待 如果民眾發現有任何可疑的人事務時 可以主動撥打110報警 或是向各分柱派諸所尋求協助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